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关于皮带2,3,4 我是皮带达人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皮带头宽度的种类 皮带头宽度常见的有几个尺寸 请注意这边的宽度是阿良皮带头的内径哦 30岁以上的男性上班族最常使用的是Sash Mini 这种皮带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全手稳重 30岁以上的男性则喜欢33mini和35mini的皮带款式 比较富有编外与时尚感 40mini以上的皮带头在东方比较少见 通常出现在西方人的款式中 如果出现在牛带皮带上 因为要彰显俗犷豪迈的感觉 所以尺寸会做得比较大 至于部分女生喜欢的宽版皮带 皮带头尺寸就更大了 那为什么皮革与皮带头要分开销售呢 就是因为你可以自由选择搭配 送造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皮带 除此之外有时也会遇到皮带头或皮革其中一个损坏的状况 以往遇到这样也只能自认倒霉整条丢掉啰 常令人觉得可惜 有时皮带头磨损了蛋皮革还是很有弹性 或是虽然皮带断了 但皮带头的造型很有格性 没关系 现在有新的解决方式了 在巴黄金您可以选择蛋白皮带头或皮革来做更换 这样一来新的皮带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真是精进又实惠啊 比较常见的带线材质有纯牛皮材质 质地软而有弹性 皮带头容易夹上去 而表层是牛皮 下层是载质皮或纸的带线 因为比较硬 所以带头相对的会比较难夹上去 皮带头后面的牙齿也有分为心质跟铁质的 心质比较软不太好夹紧 铁质比较尖锐容易夹紧 希望以上的介绍能让大家对皮带又得认识了一些